我們台灣的女婦來了 超過三十年以後 就不好了 所以吳思堯我們五十年 他居然絕子絕孫 真的啦 絕子絕孫 因為他在五十年 我可能死了 還有少年這個 少年這個 你死不死 沒有 還沒死嗎 今天不要來這邊請回家去XX 菁姐聽到這個 所以斯剛他是有警覺的 所以他一直說 不會啦不會啦 他在講對手的時候 他就說不會啦不會啦 然後他一直跟他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直想要化解一些 可是這個就是 因為你看到今天 所有的媒體都討論到這些 菁姐真的會得罪很多人嘛 不過張斯剛算很有風度啦 沒有啦 一掌就把他推下台 不是 我是覺得選舉的時候 真的就是整體作戰 因為任何的發編新聞 這個很容易就會引爆 現在這種這種超電子化的時代 迅極爆炸 而且這牽涉到女性女性朋友 然後包括年齡 然後要不要生人家要不要生 然後對 那是一場災難 對這影響很廣泛 但是喔 如果你長期的對女性有歧視 或者不當言語 那久了就形成一個基底印象 這個楊教掌就是啦 像那個國民黨不文區的第一名 最有代表性的韓國瑜 韓國瑜說女人 成熟女人像一碗糖要趕快喝掉 不然他就會嬌了 這個韓國瑜 我剛才說 彈教那個女生 大股蛋 講這種話 憲哥也講過這種話 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廳 拉到房間 然後賴絲寶說的 那個女人長頭髮的 應該是個犯菊妹 柯P跟我們不用講 柯P跟我們不用講 也就是說你不能長期的 我覺得對女性有這種歧視 不過至少楊智良這麼一講 我知道 你明顯以後不會找到站台了吧 他說以後如果你要選的時候 不要故意害明顯 他怎麼回答都不對 例如我們剛剛有提到 其實在侯友宜在處理這個 他的房子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講的最有利的 就是糟糕感 做不去不要做 對不對 不爽不要來 對不對 我就覺得我就很欣賞 直球對決 你今天是冷面殺手 你太少禮拜五來了 人家老實 他一直都是這個 你都殺人 至少老實 對不對 很可惜 趙大哥沒有再繼續發言 我覺得他講那句話 比他說票投民進黨 比他叫賴清德大哥還有力 所以 他叫賴清德大哥 我老大 然後江啟臣 這是恐怖分 你看這些帳 最後都是算在一個總體 總體印象 那都會到侯友宜身上 所以我們其實當然比較關心 就是侯友宜的 在明天的辯論會 他對他的這些東西怎麼處理嗎 房地產 他不是說他房間要剩五十幾間嗎 他要把他捐出來做 對 就他說不用等二零二六 他就直接先做清添自災 對 那為什麼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說二零二六 對不對 節節敗退 合約還在啦 合約還在 不是 那你可以解決 那你為什麼現在就可以解決 嗯 現在就沒合約嗎 還是有合約啊 那是說你對一個事情的預估判 那在侯友宜的這個黃地產 對他形成一個重傷 其實剛好可以來突顯出柯溫哲鐵粉的可怕性 嗯 其實柯溫哲那個事情其實更嚴重 他還要鞏固柯粉 不要留到你們藍藝 柯溫哲的事情就是說 他回到 你專心去台南選舉好不好 他沒對手啊 他有一位 是是 哪有人選立委像你這麼輕鬆 這算是藍綠合 藍綠合 你要知道齁 他這邊吹出來的票 是淨零耶 他只要每多 他只要這邊多五萬票 就大概 就多了零點幾喔 他如果這邊多十萬票 就快要一囉 因為你們國民黨沒有候選人啊 票怎麼開嘛 所以他這邊贏的全部都是 有提名啦 有提名 抽選會沒有過 有提名跟不能選的差別啊 發一個林俊憲就幫賴信德 增加0.5到1%的選票 下次不能讓俊憲那麼輕鬆 其實我也是有很大的壓力啦 對啊 因為對手會拿多少票 這個基本上 這等於對我個人的一個 一個信不信任的投票 所以我還是持續衝刺在努力 拚得很兇喔 我快錄不下去了 但是柯溫哲經過這麼多的衝擊以後 你看他那個票該回到侯友宜的 該回到賴清德了 大概都固定了 剩下的就是 應該可以撐到1月13號 我們也希望這些柯粉持續的堅定 不要再亂跑了 你管你們的票 你連人家柯粉都管 但是這幾件事情 莊強那幾個講話 當然剛剛提到趙克康 尤其剛剛楊智良所講的這些 他未來這幾天會不會 會不會擴散到什麼狀況 現在國民黨最麻煩的 或選舉到最後最麻煩 因為到了最後那一天投票 就是一種綜合情緒嘛 綜合情緒裡面就爽不爽嘛 所以支持度的變動其實不大 我那天要不要出來投票其實很大 那這個時候最怕的就是自走炮 但是沒有想到趙少康和楊智良已經不到自走 超越自走炮 叫做炸彈客 這種炸彈客的狀況之下 一炸下去 這麻煩很大了 所以看張思康是這樣子 而且楊智良呢 後面的話 有記者問他說 會影響到張思康 那他的事 那是他的事 那是五思謠也是他的事啊 徐曉青也是他的事啊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個會影響到 第一個會在這個狀況之下 成為話題 那成為話題裡面最麻煩是什麼 趙超康是副總統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一次 大家那麼期待 元旦的副總統辯論 因為太期待了 再過來呢 一個狀況是 我們要看到剛剛講 美一島電子報 裡面的一個狀況出在哪裡 其實今年是我看選舉以來 最特殊的一年 綠軍的投票的強度 沒有比國民黨強 以前慣例是綠軍的投票強度強 而國民黨比較弱 所以那個支持度最後還要打點折 對 結果國民黨 除非你在民調要贏過好幾趴 對 要不然的話 其實投出來以後 那可能不會是原來那個 所以你看美立島 剛開始喇叭口拉開的時候 那個差的是九趴一直到十趴 可是推估票 結果呢 侯友宜只差賴清德五六十萬 你換算回去 就代表著 那代表的是藍軍 現在想要投票的強度是很強的 綠軍是比較弱的 可是這兩個炸彈客不斷地去刺激 那綠軍呢 當然就有一個操作的空間 而藍軍呢 有些人呢 其實他們還會在乎 中間選票是在乎的是什麼 因為剛剛講到向總統 向總統後面是不是要執政 如果你背後都是這些八大公九大佬 都是這種模式 你以為選民會不會擔心叫班師回朝 所以我是覺得怎麼樣 楊智良是可以控制 那我也不懂施剛是為什麼 上市郭台銘就吃了大虧了 結果怎麼還會去請他 對不對 然後這次你又沒有個黃世修 可以趕快處理 那現在呢 可是趙少康這樣一個炸彈客 我覺得那才是國民黨未來最大的麻煩 梁明選 就說楊智良昨天確實是失言 這個會傷我 剛剛跟義父在討論 昨天在Google的時候 Google趨勢第一名 目前為止就是楊智良 不過我認為那個 當然失言是失言 政治人物需要失言 除非像每一個都像巨憲這樣去擴張 然後去刪風給我 他們一定這樣幹啊 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楊智良失言的比例太高了 對那他這個效益 恐怖分子 有他的效益 可是你說會擴散開來 像那個宿舍案這個擴散到那麼大 我覺得是不至於啦 就是說這個危機處理 因為是剛剛第一時間也道歉了 我覺得態度拿出來就還好啦 那我也不會不認同說像創下哥講的說 趙勢康就是恐怖炸彈客這樣 他的政見當然論述 他的論述 有些話是講比較快 可是1月1號還有政見發表會副手的部分 我覺得他的口才也不輸 不輸給其他兩個候選人 關鍵還是在明天 我們覺得那天預期的是消費以前最美角色 而且我覺得是關鍵是這樣啦 當然就是說現在低薪高房價 是社會的結構性的問題 那變成說侯友也要出來扛 趙勢康要出來扛 就是說都是你們造成的 我覺得這個也怪啦 因為執政者還是要為低薪高房價扛責任 所以很多包括 好我認為宿舍問題 包括房舍問題 包括農地的問題 會不會鞏固自己的動員 都沒有問題 大家鞏固出來會去投票 可是最後要去拉攏中間選民 現在還有猶疑選票了 還是有啊那一塊 你怎麼去做爭取 現在不是說仇恨動員 把那些就可以吹出來啦 你現在批趙勢康批陽智良 老講也是加深的自己綠了自己的動員而已 你這個不會拉到猶疑票或中間選票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明天還是關鍵